不少在職或全職媽媽都會投放大部份的時間和金錢到子女身上 不過無論多忙大家都要管理好私機錢以備不時之需 適逢三百國際婦女節 今集繼續有財經專欄作家千重師 講下是怎樣投資和理財 小朋友出生前又要怎樣部署 千重師說自從有了小朋友之後 個人投資裡佔八成是保守投資 承受風險的能力低了 我不可以太薄進取 所以我反而是做多了定存 最近定存的息高 我會有長線拿些美股 另外可以存款證和債券 每樣都有少少 其實都可以分散到少少風險 在保守還要再分散風險 你看我個人多保守 至於另外兩成的投資便會比較進取 千重師說可以根據自己的取向 做任何形式的投資 其實我都是看市貨 我很即食的 譬如Crypto我其實是有些的 我開始想看日股 因為日股都升得很厲害 最起碼你都要贏到通獎 我覺得可以拿定存做Benchmark 都可以 因為定存其實已經是零風險 如果你現行的投資 比這個利數還少 我何必要去沒有風險 除了投資之外 作為媽媽都要懂得理財 千重師說有一件事 在小朋友未出生時 已經提早部署 我整個保險計劃 我要再檢視一次 我要買多份人壽 我的危機夠不夠抑 另外我又要幫小朋友買醫療保險 這些你一定要好好計劃 若非殺到埋身 小朋友入院住一晚 已經是私家醫院 已經2萬元 所以你沒有保險 你是搞不定的 我覺得結婚 生了小朋友之後 很多人都一定會請工人姐姐 在你的理財教育範疇 你就要教育工人姐姐 因為工人姐姐 可能接收本地的資訊 未必有我們這麼快 所以平時我遇到新型騙案 我就會第一時間通知我姐姐 她有鼓勵女性 即使生兒育女都應該要有一份工 一來就保持競爭力 二來不會與社會脫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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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